快,一会儿就搞定了 你煮米了吗,九哥 熬了 我在美食区还可以 主要现在说真的呀,豆鱼的观众 看美食的太少了,你知道吧 说真的呀 真的豆鱼 主要人少人多的话,其实应该还是挺好的 哎呀 还那个六兄弟呀,来了 拍两个大蒜 诚诚说你好,美食区不香了,还有成本 哎呀,他们都接受不了,就因为有成本 大家都不愿意做,你知道吧 但是,这东西咋说呢 因而异吧 我觉得你做点美食,你也不用做太贵的呀 就是你自个想吃啥就做啥呗 观众其实说白了,你就看看 还有吃不到,对不对 让观众看的开心就行了呗 我直播间,其实看我做美食的人也不独 主要大多都听我聊天的,对吧 我也知道 有很多美食视频呢,今天做什么呀 今天都做好了呀,分水里 等会儿给你看啊 等会儿这个菜做了,你哥哥来吧 好吧,兄弟 记住啊,煮到一米就脱骨了嘛 对,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是从你的盐子和美食来的呀 酸了吧,我有啥盐子呀 唉 大老爷们儿几十岁了,对不对 你捏两桶油嘛 这桶油买了十天 两升,就用完了 这个炒个蔬菜 炒个瓜苗来吃 嗯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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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纯粮也没劲儿嘛 对,对,对,对 有个美食生活就特别好 对,我也觉得 就是这么刀的,很美 这瓜苗真难翻呢,我操 翻不过来 没到多油啊 这个菜油倒的比较少 那儿严密一点 好了 来个小鸡精 好了,就这么刀吧 嗯 嗯,瓜苗,对 南瓜苗 翻不过来 没办法 果菜能给人用安定吗 怎么样 温馨的感觉吗 就在加一样,是吧 家长里在这里 盐够了 这个盐比较咸 加多了就咸了呀 盐可不能多呀 盐多了就吃不下了呀 哥们儿 登登故事发生 你喜欢坐在那儿 不喜欢洗碗吗 还好吧 我觉得,我倒是都能接受 我喜欢做菜都可以 我这人没那么走 我知道吧 这是瓜苗 南瓜的苗 南瓜煎 好吃呀 兄弟,嘎嘎香 这个菜做了就吃饭了 就搞定了兄弟们 老王 我高中就看见到大学毕业了 我分比不上就陪伴了 我谢谢你哦 兄弟 真不错呦 他瞄的 我分比不上就是陪伴 没有吃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吃 这是好吃的菜 很香的这菜 真的特别香 咋咋好吃 兄弟 有一些 这个作物是男生 我会一直的 翻这里走 熟了,没有了 熟了,吃饭了 终于都 倒定 妈的做菜是真快啊 好了就哥哥吃饭 小夫来咯 来给你看看就是吃的啥那个 刚刚那哥们 一个一个嫩鸡爪 一个青菜 这个叫做瓜苗兄弟 瓜尖 这年纪关了太吵了 走了 你发现秋葵真难吃 还行吧 我也不喜欢吃秋葵 我觉得秋葵吃着黏糊糊的 对吧 刷什么你不能吃饭呢 又不刷一点的 说个毛线 对不对 刷了再说吧 随便刷 刷个火箭吧 我就不吃了 我就坐这看九个词 好吧 擦个汗了 我热得跟个麻瓜一样 小孟你好 来来来端过来 怎么样 没毛病吗 这菜 不错吧 香哪兄弟们 香哪兄弟们 叶子被涌封了吗 真的假的 谁告诉你的呀 谁说叶子被涌封了呀 我抽紫云对 合同还有两年 两年到期 所以这两年的时间 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呀 兄弟们 好吧 真是被涌封了 干嘛了被涌封了呀 啥情况呀 不会吧 我操 为啥呢 他干嘛了呀 就是那户外的叶子呀 他不是拨那个什么户外的吗 这样 他干啥了呀 我操被涌封了 这么恐怖的吗 牛逼呀 我操 碰到个台湾姑娘 然后呢 能收到直播间的话 就不是永逢 如果收不到直播间 有两种 一种是暂且把它保护起来 把直播间隐藏了 然后过段时间再放出来 说了不该说的话嘛 只要不是他说了就没问题 过几段时间嘛 就出来了 哦 这么着吗 应该没事 他发每个应该小问题 问题不大 他亲口说的吗 我操这么牛的吗 哦 我操他有点灯啊 说实话 他干嘛去聊得有的没的呢 神经兮兮的呀 说话兄弟们 我觉得他神经兮兮的 说实话 哦 这么着吗 哦 明白了 动了动了动了 真牛啊 有口饭吃不香 妈非得乱玩对吧 哎呀 老吴你好 还那个熊哥好呀 表弟在云南 吃 去 恰 江西那边喜欢说 恰了没恰呀 恰了没恰 听着我往左边挪一点嘛 就这样嘛 面子 他不想上镜子的吧 就是不把它拍进去呗 好吧 就这样呗 能开空调的 开空调啊 这么凉快 你开空调啊 我说凉快个勾把我热呀 大哥 我做了饭 他干我这么凉 怪我套死你猴子的 你以后你公立区忙事情的 叫那工 你吹个勾把空调 你就这么冷 老小子 这样子店又不 我们又不花钱 哦 这样吗 全由总包的行单 这样吗 这么棒的呀 所以说我的办公室啊 宿舍的空调号 从来都是 没有风扇 只要一开 除非它停电 东哥哥吧 是呀 我都满头大汗的 真的 哦 你在群里喷起了 那边人出不来 是吧 哦 这么的 南京的呀 为啥呢 南京的挺好的呀 我这边有几个南京的 给我送礼物 蛮不错的呀 有个女孩 有俩男的 都挺好的呀 没啥毛病啊 可能是个别吧 结个别的人吧 对吧 结个别的人 可能说说话 有点大病 知道吧 正常的 我看看啊 登登 故事发生 这是啥东西 故事发生 我买了个那个 买了一个 我板凳哈 明天后天到了 不错 有板凳做了 兄弟们 这不出外 就是说 不十一号才到呢 不知道 他好像提前了 我看看那个 买一个那个 买了 那个什么的 买点矿泉水 回来 两森的 五森的 妈 直接买五森的呗 对吧 我说 真结巴贵 你有病吗 哇 五森矿泉水 他卖 卖了 15块一瓶 疯了呀 买两森的吧 两森的4块 一连五森的 三块 再来一瓶 再来一瓶 妈的好贵啊 不划算了 他超过一瓶 就是原价 原价卖4块钱一瓶 面好的真贵 买这个 再来一瓶 买五瓶矿泉水 就回来 就这么着吧 这到底说了啥 也就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呀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事情呀 闲着淡疼呗 确心眼呗 对不对 生生叨叨的呗 中马观花你好 不要聊那有的没的 一会把自己给干进去了 感受一下这鸡爪 尝尝呢 火皮鸡爪 全油炸出来的 特有香 嘎嘎香 诺诺 我还好呀 大远哥你好 尝尝 那米饭都没熟 吃不了米饭 关系谁都不可能呢 吃了没割 我刚才你斗鱼这么玩 真把自己给玩美 这帮主播真的 是吧 说真的呀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东鱼现在感觉看着吧 就是那种 觉得特辣对吧 谢谢诺诺 很多观众都觉得这平台应该差不多了 是吧 我不喝白酒鱼之魂 很烂 可以 很脱骨 很脱骨啊 嗯 是吧 我说的鸡爪感觉好吃 绝对好吃 你再说一下 你看 是 一说就下来了呀 嗯 这种吃着也舒服 真的 对 刘二九说了 他说 他说 如果东早 如果你是 如果 他说 如果你是我老婆 管他鸡爪有没有骨 管我咋做 送到你嘴 你绝对是无骨的 哈哈哈哈 刘二九 不是就KTV播吗 去个狗吧KTV吗 在那里外就KTV呢 谢刀淡水啊 谢谢 干刀淡水哥呀 今晚不是不来吗 谁呀 有 哦 各位你好呀 欢迎那1234 尝一个 感受一下 嗯 好吃的 辣 是吧 好狗吧辣呀 哪儿他妈辣了 嗯 我还真没吃出来辣味 我找你吃的不辣呀 很香 我知道很香 但是不辣 老陈旭儿玩好呀 玩书味 嗯 不错 他说你是野人啥都吃 小雅来了 嗯 嗯 等他妈回头到工地上 你看我怎么收拾 酒上人家都对你评价了 有的时候说 说酒上为啥在这吃饭的时候 是一个人回去为啥这么皮呢 这样 太皮了你这这碗 嗯 皮特一会让人让人麻木 不过说实话 老小子不正常 冬草 好 具具具具具好吃真的 我拍张照给大哥发一个吧 干脆 好吧 是吧 你帮大哥们五一过完了吗 给大哥们拍张照呗 好 给大哥们发张照片 我告诉你兄弟们 发了之后呢 大哥才有印象 知道吧 他觉得老王那边还可以 哎 坐着菜 老小子才知道跟我发个菜 我操不错 是吧 得刷礼物 安排 是吧 等一下 谁没有收到这张图片呢 自觉一点啊 抓紧时间成为大哥 得发一个真的 有的得发一个 有的他不爱看直播 我知道吧 给他们发一个 他觉得 哎 可以 老王那币不错 做个菜 知道跟我发一个是吧 开心又来框框刷 是不是 对不对 兄弟们 我们要去散语去 发现东西 展示东西 让大哥们觉得棒棒的 你知道吧 是不是 等一会儿啊 再发几个人 把这该发的都他妈发了 全给他安排 不错 我看看还有谁呀 好像就这么多了吧 发完了 好像没了 就这么多吧 算了 不发了 其他的也没有了 嗯 没了 找不到了 就这么着吧 兄弟们 不发了 还有那个 给那个发一个 给张总发一个 张总这两天都没见了人 是吧 张总在韩国去当财阀去了 把我们都忘了 感觉是吧 这老小子 嗯 哎呀 这当财阀都不理我们了呢 喵的 膨胀了 不见鸳鸯 不见天 嗯 不见仙 只献财阀每一天 喵的 张总最近当财阀去了 都不搭理我们了 老小子 真不错 我还就是说 嗯 说我刷少了 会不及收图片了 你再直播 你收图片干嘛呀 你看到的就不用发了呀 对不对 你没在那 还不照样给你发 这个鸡爪是 油炸的 炸完了之后 拿来红烧的 知道吧 先油炸再红烧 烂不烂的 我给你看看烂不烂 烂不烂问厨吧 对吧 嗯 嗯 这样 一说 烂不烂吧 我觉得挺烂的 还不出碗主里门 绿菜啥 这个嘛 瓜苗的是 南瓜苗 吃鸡爪似乎落磕 我也觉得 嗯 对 咖咖香 真的香 好好吃 帮助跟我说 看这个是北方菜 不是咱们这边的 嗯 北方菜 二多一丁 我们四川 没人做这个 真的 这只有我做过 我当时做的都是 也没把它油炸 就是做了 没油炸 你知道吧 小追你好 卧槽 牛啊 牛啊 这毛鸽喝了十六个啊 今天真牛逼啊 可以一会儿来了 来直播间我陪你喝 你看看这毛鸽 你看一发消息说 老王我在喝酒呢 喝了回来 是不是 不是 哎 有时候你得给大哥发个消息 你知道吗 反正大哥在记得 哎 老王 不错 我就上飞机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欢迎永恒啊 一般请问下群发的 我都不回应 嗯 图片 不重要 群不群发 够了 图片我也能看出来是不是群发的 我这不是群发的呀 单发的呀 只发了十多个人 听问你好啊 欢迎永恒023 八六叔叔我再吃呢 我已经炫了四五个 今天早上 还跟中午的 咱们倩倩打两具游戏 倩倩巴黎我们三个人 哎呀 你们 你们几个老小子竟然偷偷打游戏 不接耀我是 框框三分 打的王子我们 你打的是惨 王正飞你好啊 欢迎那个小怪兽 不错 帅的 倩倩跟我玩 然后呢 我就练英雄去了 就打了万个一杠九 是吗 倩倩 咋没意思 偶尔玩一下 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没有天天玩 是不是 偶尔玩一下也不错 真的 还挺开心的 九哥下着一起嘛 嗯 他不会玩 现在不怎么玩的 以前他要玩 现在玩那个金展餐 英雄联盟的那个什么的 云景之一这样 我这破手机现在打不了王子 那儿不需要操作是吧 那个金展才不需要操作 王子你还需要去操作一下这样 金展才需要大脑 嗯对金展需要大脑 王子也需要大脑啊 要算人在哪儿的嘛 三四四你好 我跟八六抱点了 我说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 老小子还在那儿跟别人死磕 瞄的 糊了 老六 下次姚还骑着骑着发技能嘛 他会发技能 哪儿没发技能 姚没啥技能 姚就两个技能骑在头上 一个就是弹一个一技能 弹个猪出去 第二个技能就是帮你打一点点伤害 打不了多少伤害 关胆棒子呀 顾桃你好 2013来了呀 八二四兄弟也好 八二四的鸡爪怎么样 超级好吃真的 憋憋憋好吃 嘎嘎好吃 真的 又脱骨又烂 嘉欣来了 你看一咬就快 一咬就开了 就没了 小菜 我下酒吧 说实话是吧 或者肯得玩挺爽的 正品白酒 下雨了吧 成都 没有我现在在广西的 你在成都吗 现在 我操你跑成都去 来 嘉欣 你到成都干嘛去 我们这儿没下 整瓶白酒咱俩喝一瓶 饭 我喝 一人半瓶 我这样 没人给我喝白酒 我神神当当喝喝白酒 你要吃一下 我喝不了多少白酒 那这样 我七两 你三两 我这都喝一两 那我酒两 你一两 嗯 谢谢嘉欣 那改召我们弄你白酒来喝吧 你要不要喝啥白酒啊 咱现在 经济条件都不好 随便就行 都能喝 你要出汁 你会不会喝个酒 喝个一斤喝醉了 会不会 放屁 喝不醉啊 从来没有一斤醉过 真的呀 嗯 那你叫 比如说喝一斤白酒喝了之后啥感觉呢 微醺 在往下旅游呢 就微醺吧 一斤白酒 然后可能会变得话比较多 那别喝了 不是把镜头给我抢走了万一 哈哈哈 放不醉直接就上镜给你 你喝了酒话特别多吗 我不是特别多 我喝了酒话就比较少 有人跟我说话的话我就特别多 没人跟我说话我就说一会 对不对 嗯 好 我喝了酒,我话就特别少,不想说话,这样,爪子非常好吃的,刚刚好吃,买瓶采刀房吧,采刀房是啥,我就不知道,我们喝什么建南春,五粮叶什么呢,五粮叶算了,会偷裤子吗,嗯,会,老伴妈来了呀,这红色不带行嘛, 还不行,怎么到底行呢,兄弟,你告诉我,你刷二飞机火箭,兄弟,你们想看啥,我门就买啥,欧不欧可以,兄弟,行吗,唱片好的,欢迎Lucky啊,M1G兄弟好,超火点菜是吧, 飞机量骂一遍,都原来脱裤子嘛,你觉得叶子嘛,没有啊,这个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然后就被疯了,好,他们说比较严重,估计是涌风,今天早上那个安存蛋就好了嘛,确实是,对吧, 就是那道菜要鸡飞蛋打呗,是吧, 欢迎红颜,广西小赵来了呀,真辣,你吃的不辣呀,我操, 哪个辣啊,大哥,我都不知道,你那舌头到底,你的舌头真的是时好时坏,我发现, 我吃的是蘸汁水的,我没吃蘸汁水的,那, 哇,我已经准备吃米饭去了, 外出的话挺好吃的,嘎嘎香,真的香, 但一般是做不好的菜子呢, 现在你得贵做它才好吃,也不会做它不好吃,真的, 我加了几根魔鬼辣进去,魔鬼辣的辣味出来了, 虽然加的不毒,但是我能吃到有辣味儿, 比火锅的辣度辣度稍微高一点点,我觉得, 没有,你觉得没有啊,嗯,我什么汗都没出,平时吃辣的,我都出汗, 我比辣吃饭了,那不会,当水过来, 那时候大水逼呗, 以前,以前村里办酒席的时候,卧槽,有雪碧妈的, 我那麽菜一口都不吃,我就要去吃那个雪碧, 老爽的,真的, 老爽的,真的, 沿一会儿, 小时候在农村里, 有瓶汽水喝,你不知道多开心兄弟, 我们那小孩上桌了, 坐着, 几乎就是为了去炫这个饮料, 别的几乎从来不稀罕, 上桌就炫饮料, 炫完了还给人带酒带回家去, 就是农村里拌的酒大碗, 你吃过没, 我这麽野人, 我没吃过, 没有,一般城里人吃不到, 谁跟你说我城里的, 就是半农酒大碗,知道吗,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呀, 你也是农村的呀, 那你叫我呀三栋楼的, 卧槽我能出来我就不能有三栋楼, 你这12点要停电吧, 快点把电充了, 该充电充电, 大帅又在上班, 那哥们这点都在上班, 他爱醒了, 早上在那儿狂狂打游戏, 他告诉我这点他开始上班了, 这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南瓜的苗, 就是南瓜不是开花结果吗, 南瓜的瓜苗, 让我给他炒了, 很好吃真的, 很嫩知道吗, 特别香, 撩好久都没来过, 你在上什么班呢, 这个这儿, 我套你个猴子, 这11点还在上班呢, 我靠, 我抽利群吧, 抽呀, 买不到呀, 问题是哥们, 没有利群卖啊, 你说那老利群是吧, 就那个, 14块钱左右一包那个是吧, 那买不到呀, 问题是, 你们乡下经常吃吗这样, 关于弟弟啊, 大帅, 另一个人你不认识, 你对他不熟知道吧, 夜门刚上啊, 好嘞兄弟, 没毛病呀, 那我接着直播, 好, 我的饭熟了, 我套你个猴子的, 我等到花儿都歇了, 等到我花儿都歇了, 没有那个的吗, 没有那个, 再出门, 我这拉个饭稍微过来, 我等到花儿都歇了, 哎呀, 添点饭过来兄弟们, 添点米饭恰恰, 卧槽, 我告诉你啊, 周哥, 昨晚不是咱看那女主板拉吗, 结果他妈的死命播, 死命播, 我播到那么晚, 认识把它播出来了, 认识把那个大哥等来了, 卧槽, 真他妈吓人, 哎呀, 牛逼, 你今天低保到账了呀, 刷而已, 消费, 真的, 我看你女人爱钱的时候, 女人贪钱的时候, 是真的贪兄弟们, 是吧, 嘎嘎贪, 我不知道为啥, 搞不懂, 换命力缺陷, 缺陷的, 小肌末来来, 换那个虎皮子, 好, 太恐怖了, 真的, 他比较男的, 男的我总觉得欲望, 没女生欲望大, 你知道吧, 男的可能赚个差不多就行了, 那女的就死命赚, 他就想赚个几百万, 几千万上亿的赚这样, 好, 到了, 我也到门口了, 是吧, 嗯, 好的, 冷花儿的鲜了, 全然花点水, 够你喝了吧, 要给你拿一瓶吧, 我不要, 等会儿再来吧, 先放这儿呗, 先在这儿喝雪碧呢, 小生你好, 先把饭吃了, 我感觉像那儿, 豆鱼的人好像又少了一瓶外卖, 是吧, 像那儿特别是真的少了一瓶, 花楼叔叔要来了, 嗯, 你看这人跟你的大红色的墙, 为啥呢, 这不能贴图的吗, 问你这, 你豆鱼不让贴了, 我也就没搞那些了, 哎, 没关系, 问题不大, 先割斗鱼就是混着, 割点小甜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可是, 有其他计划的人, 在大学的时候天天看我, 对吧, 这样吗, 关闪镜样, 我们家那房子早就拆迁了, 以前最早, 搞的那红砖墙, 那时候我他妈, 我跟表弟俩人自己弃的砖墙, 你知道吧, 三三号换807, 谢山礼物, 等我们自己去的, 哎, 走了, 后来家里才见, 你知道吧, 老早了, 16年的时候是, 16年, 对, 那个背景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农村味道, 真的, 就很地道的农村味道, 对吧, 所以我说有的人, 我不是拆迁不值钱的, 便宜,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 对这面红砖墙的印象特别深, 嘎嘎声, 真的, 因为那种看着就很舒服, 你知道吧, 那就像是那个啥呢, 就像是农村, 农村的地地道道的农村的感觉这样, 你家后边可以气吗, 你也想往上我们家帮你养老呗, 是吧, 老小子, 我就说的意思是, 让你以后直播搬到那里, 他那里去直播, 嗯, 可以陪着他, 对, 他就跟我说过, 他说我家别墅的后面, 还有一块地, 他那块地, 我可以给你建一个直播间, 他见的时候呢, 你回头可以到我这来直直播, 什么样子, 知道吧, 加薪好呀, 我觉得我这门嘛, 就是跟所有年龄战的人都玩得不错, 真的, 你去别处转转嘛, 得嘞, 嗯, 好, 无论你三十也好, 四十也好, 十几岁也好, 对吧, 好像都挺聊得来的, 乖时光, MF好, 嗯, 真的大小通吃, 还抽烟呢, 把这叔叔奔了, 把这叔叔, 拨摸着完了就过来了, 老小子, 是不是, 欢迎这一三二兄弟, 好, 你不吃的呀, 你刚才自己还说我在抽烟呢, 我把这个, 菇菜给你留一半, 嗯, 你吃吧, 不用跟我聊, 你不爱吃瓜苗嘛, 啊, 好吃呀, 真的, 瓜苗特香, 嘎嘎香, 你看这大鸡爪的, 我操这虎皮鸡爪, 太爽了, 真的, 柳一说一啊兄弟们, 我没有, 爱吃不爱吃, 你该吃你能吃你, 嗯, 幻珠芳芳最爱莱莱兄弟, 微暗兄弟好, 这两天, 我连叔宝都没见到, 是吧, 就差不多, 三四天没见过叔宝了吧都, 是吧,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跟他发消息, 他在半转, 呼提说, 你是不是都五一锅完了, 就大家都开始忙事情了, 小说忙于吃果盘吗, 没有, 他, 他说他在半转, 挺忙的好像, 书店没来, 十个播都担心, 真的, 像我们直播间的守护省一样, 总出现在不经营之间, 对吧, 阿兴你好呀, 欢迎ZZ, 嗯, 太爽了, 我昨天摔了两碗饭, 半夜我又炫了饭, 小剧装充电装给补助, 吃干嘛嘛, 嗯, 估计是, 不知道他的, 他生意做成啥样, 我也不知道, 我没问过他, 人家商业秘密给你透露这干嘛了, 对不对, 我跟苏宝聊天聊的更多的就是, 哪个女主播呀, 哪个妈皮脸不要的, 又骗人钱了呀, 哪个女主播付出了呀, 有没有视频呢, 资源呢, 什么的, 我刚聊天大多久聊这些, 从来不聊些, 生活中的事情吧, 这全是互联网上的, 全是在乱七八糟的东西, 动不动说, 女主播太拽了, 拽得劈棒, 但人家某鹰, 一个华子三千块就出去了, 他斗鱼的女主播刷他妈个八万了, 跟个无底洞似的, 阿坤你有多好岁啊到底, 你会感觉有时候神神叨叨的呢, 有个小孩似的, 说话五迷三道的真的, 这个是瓜苗, 南瓜叶, RI来来换改名啊, 闪电侠你好, 我感觉最近, 五一过完了真的多余的人, 突然少了好多污呀, 我觉得是吧, 大哥少了一大批, 不知道啥情况, 五一期间也没啥人, 记忆你好, 欢迎那个四七兄弟好, 酒而酒来咯, 白水闷吃吗, 什么叫做白水闷吃呀, 铺子可以上火车呀, 随便上, 小雅是搞那个的对吧, 南瓜煎吗, 对对对, 这个很好吃东角, 特别好吃真的, 就是超级烂的那种你知道吧, 现在那个夜落听雨啊, 谢谢, 甘米罐, 这真的绝, 我告诉你们, 你们可以去市场去买那种炸锅的鸡爪, 买了之后, 你拿回家拿来烘烧, 真的特别好吃, 想要兔子能上火车吗, 那不叫火车, 现在都叫高铁动车, 这啥年带来还火车呢, 能带动物上去吗, 小雅, 我看到有的人带个狗上飞机呢, 对不对, 好像可以的吧, 都能带, 你是地铁不是高铁吗, 小雅来的地铁, 地铁跟高铁不一样, 地铁可以带狗, 番茄你好呀, 欢迎那个家宝, 鸡爪我做的是那种, 带一点点微甜, 然后是那种辣口的, 咸的特好吃, 你吃的真不辣呀, 我吃为什么这么辣呢, 我说你多吃点, 太辣了, 你不做, 这鸡爪超好吃送你们, 就是辣, 特别辣, 不行, 太辣了, 你完了, 你越来越不能吃辣, 你马上变成广西人了, 广西吃辣很厉害啊, 我不喜欢吃太辣的, 太辣接受不了, 太辣了, 你到底知道, 又它是, 又烂又辣味的汁水全进去了, 你知道吧, 特别辣真的, 但是很好吃, 说实话, 说真的呀, 我昨儿不是发个朋友圈吗, 把做的菜给发进去了吗, 然后我们家一小姐姐说, 她说我靠, 她谁要嫁给你一胎, 我靠的多幸福啊, 她说, 有一个上海的小姐姐, 她说那叫谁来着呢, 叫做小天才电话手表, 那个小姐, 之前的妹子呢, 她跟一个小弟弟在出对象, 比她小个两岁还是三岁吧, 这样, 她有个人小对对, 小弟弟出对象太累了, 她说, 跟养了个儿子似的, 是吧, 她说小弟弟, 就是什么都不懂, 就是什么东西, 你都要去教他, 你要去跟他说, 怎么样的, 那不就跟谈了个儿子似的, 她说挺累的, 真的, 真的, 为什么男的照顾女的呢, 因为他妈的那男的年龄比女的大, 那女的年龄比你大, 她就特别会照顾你, 真的, 这小鸡炖蘑菇的一个, 小鸡炖蘑菇, 我快吃饱了, 我米饭吃完了, 嗯, 米饭吃完了, 哎, 别对着, 我不是吃了, 今天晚上蒸的米饭, 好像也就刚好凉碗, 一会儿再吃吧, 这也不想吃了, 我吃这不吃, 一会儿再吃吧, 米饭吃这不好吃, 我没有米饭, 我吃一家菜的呢, 我不爱吃米饭, 你们那边爱吃, 爱吃面食是吧, 妈什么毛病, 垃圾桶就在这, 那个人挺逗的, 我想等会儿他用, 还可以, 怕的, 大概都把我删了, 我删都麻了, 他们要的, 这儿大概神神叨叨的, 你们说那大哥确实挺大气的, 是吧, 光光刷光光刷, 直接把四星都过了, 丢了三个火箭, 真机帮帅啊, 说实话, 我都觉得我这儿过不了四星了, 知道吧, 我觉得妈, 三星都在刚开始, 我就这儿拉了, 结果他们要的, 两个妈也碰出个大哥是吧, 对, 真的, 大概又不听话, 讲半天他又听不进去, 笨得要死, M2你好, 他就跟我说, 他说好几个都在大哥在那, 他说夏天也在那, 我也在那, 还有个谁也在那, 他说, 他说我们几个人过去, 分一不耍, 就是白嫖, 他说大凯就骂我们, 欢迎莫如云海啊, 我头发本来就长了呀, 我都留长发, 都留了有, 我看留了一年多两年了, 对, 差不多, 对, 对, 够完推, 他说我推了短发给你死丑, 算了, 没有, F1你好, 我那时候好看, 我那时候不给看了春头照片的吗, 好看啊, 好看个勾巴也好看, 男的喜欢吗, 女的不喜欢吗, 我要主要是, 重点是要勾引小姑娘, 你知道吧, 谁去把勾引童性的, 对不对, 得勾引异性啊, 对不对, 刷了野猫, 刷了野猫, 大概真的挺逗的, 说实话, 刚才刷了野猫, 不刷他野猫, 你知道吧, 真的神神道道的, 我今天在11点就吃完了呀, 今儿还11点呢, 卧槽, 太早了今天是吧, 我这做菜做快了呀, 是不是兄弟们, 真做快了呀, 我靠, 还11点呢, 算了, 罢了, 吹会儿牛逼吧, 吹会儿犬子, 算了, 我就说今天哪儿没对, 感觉就怪怪的, 你知道吗, 妈的, 今天中午, 跟巴刘他们玩游戏, 玩了这又跟那个大哥在那儿聊天, 聊到中午1点钟才睡, 刚刚他们眼睛一闭就梦见, 我自个儿开播了, 我操, 我梦见个操地过来跟我刷两火箭, 我开心死了, 人妈梦醒了, 然后我就关播了, 套他个猴子, 真的, 我感觉直播在这儿玩真的, 如果播久了真的容易让人抹震, 说实话, 就是你整个人感觉巨大的压力就压在那儿, 你知道吗, 就是每天你就去想啊, 多久开播呀, 对吧, 多久直播呀怎么样, 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说每个行业真的不能坐太久啊, 说对吧, 坐太久感觉会生病, 我总觉得真的, 没有操地, 但全地利嘛, 真的, 梦见个操地来跟我刷了两千块钱, 还一千块钱, 我老开心了, 真的, 你不知道那心情我告诉你, 然后还跟我聊两句吞儿, 我操, 我操, 我真的绝了, 我觉得好开心啊, 主要是跟我聊两句吞儿那操地, 妈的, 小夫妇好, 欢迎PP兄弟啊, Z812兄弟来了, 淡淡你好呀, 真的, 说实话, 像我直播确实无休息嘛, 你常年无休对吧, 天天都在泼, 天天都在泼, 感觉妈整个人都磨正了, 你知道吗, 我以前是, 比如说我休息了一天对吧, 也不是休息一天, 哦对, 休息一天, 可能我今儿私行没过, 晚上过来直接把私行过, 过了之后, 十二点之后再接着过私行, 老牛逼了, 真的, 八十四兄弟好呀, 你昨天看到那个哥们跟我刷火箭, 八十四都说, 八十四说那大开好走呀, 那大妈走了, 那大哥真生气了, 你知道吧, 还跟我发好多微信跟我聊天, 这样, 建峰哥, 谢礼物, 建峰哥, 你追你跑哪儿去了呀, 没有你, 我都无法想象, 能不能爆出山水出风, 真的, 有你来才有希望, 你至少会去咋, 五一过完了是吧, 建峰哥, 欢迎清晨你好呀, 端一二三三, 玩具熊你好, 我之前休息了一天, 就损失了一个骑士哥, 真的, 就一天, 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天骑士哥到别的直播间耍了七八万, 从那准就消失了, 没来斗鱼了, 我说人麻了, 真的, 昨天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会来, 你知道吧, 就这么回事, 挺神经的说实话, 感谢微笑啊, 谢谢, 欢迎空的半盏灯笑, 用53900来了呀, 高度, 直播太难搞了真的, 我把直播镜头掰到这儿来聊天吧, 干脆, 反正你也没吃, 这空看着也没啥用, 是吧, 吹牛逼算了, 哎呀, 欢迎一件飘香, 不会是全部家当刷光了吧, 那不至于呀, 咋可能呢, 北京还有四合院呢, 对不对, 谢谢建峰哥, 人又不差钱, 说实话, 就是有钱, 你知道吧, 就是能刷, 框框消费, 两三月能够刷几十万, 你觉得他差钱吗, 对不对, 建峰哥, 谢谢, 你换个新玩儿咋了呀, 昨儿有个哥们在直播间, 咋那个小画家, 咋了两三首吧, 然后就爆出了一个三水出讽, 好像是两三首, 亮亮你好呀, 我觉得我直播间这帮观众, 好像大多数对我吃啥东西, 好像不太有感兴趣, 是吧, 就是好像我坐这吹牛逼, 还更愿意看一些, 真的, 就是好像你吃啥东西妈的, 他都, 你吃东西的时候, 他甚至他都不愿意跟你聊天, 就没啥好聊的, 你坐这聊天了吗, 那我可能还愿意看看你, 很奇怪, 真的, 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不吃东西呀, 对不对, 一样得吃呀, 小可爱, 别吹牛逼了, 谢谢你呀, 他跟你天哪儿骗, 天哪儿骗, 天哪儿骗, 你说你骗个一两回算了, 对吧, 你这妈按月份来骗的, 就是这个月固定的, 我得骗你三十天, 下月我又固定来骗你三十天, 你躲不了, 对不对, 欢奔逼少女, RS你好, 你那时候是骗人上瘾, 你知道吧兄弟, M1你好换小虫子, 我去搜一下, 他们说叶子被涌封了, 我去搜一下, 能往我能骗吗, 你又不会骗我, 你骗我干嘛呢, 等一下我看看好吧, 叶子, 有啊, 哪儿说被涌封了吗, 这直播间不也在的吗, 对不对, 鱼巴没有, 只是写了一个直播间被整改, 什么东西的, 应该问题不大吧, 哪儿被涌封了吗, 近下呗, 刘川峰你好呀, 欢迎三十三两白银啊, 涌封是直接你的直播间瞬间消失, 你知道吧, 就是严重瞬间直播间就没了兄弟, 我操这人真的挺狠的呀, 这笔, 你看呗, 这个, 是吧, 真的挺狠的这笔, 几乎隔两天这么搞一次, 挺恐怖的说实话是吧, 挺吓人的呀, 太那么吓人了, 所以啊, 我不是说的, 他得真的受罢了呀, 嗯, 确实是, 牛的说实话, 有个大哥, 好像说三个月嘛, 这样嘛, 兄弟户外你好, 旋律来了呀, 换那个, 效果就走, 哎呀, 没有, 我说最近这帮主播, 都挺拉的, 拉的特别拉, 好的又特别好, 这样, 就是我感觉现在斗鱼, 属于是有大哥的直播间, 特别好, 你知道吧, 就是拉的直播间, 特别拉, 你知道吧, 斗鱼管得太严了, 现在, 女主播妈穿个摇裤, 在那直播, 都没人管她, 你像我们这帮主播, 随便聊聊天, 直播定就搞你一首, 对吧, 斗鱼太傻丹了, 说实话, 他要把这东西都放开了呢, 大家挣钱也容易, 说实话, 你斗鱼才能创收嘛, 对不对, 你像我昨天聊聊天就警告我, 聊聊天就警告我, 没事就警告我两句, 对不对, 有病的, 数学生, K2你好呀, 何必呢, 说白了, 大家都混口饭吃, 对吧, 公信就是嘛, 对呀, 其实女主播有的穿的特别少, 对吧, 其实她穿个内裤嘛, 那摇裤比我们男人的摇裤还短, 是不是, 那操本根本都不管的, 你知道吧, 你男主播吹两句牛逼, 聊个这个, 聊个那个, 他就提醒你一下, 警告你一下, 他就挖布的整死你一样, 你知道吧, 真的跟有病似的, 我觉得有时候, 都比有时候特别呆, 说实话, 看我自己都看入米了呀, 确实是, 我也觉得, 聊得就好呀, 真的有时候特别傻, 你知道吧, 我那边连扣三分, 我吵那边聊嗨了, 就陪他们聊得特开心嘛, 一会儿就扣了三分, 又短又紧贴, 很刺激嘛, 那刺激个勾巴的, 有啥用嘛, 兄弟, 你就他妈刷个五十万年, 也摸不着呀, 对不对, 你别说妈, 五十万, 有的妈刷一百万, 都没摸着好吧, 对不对, 有啥意义嘛, 何必呢, 有那些傻袍仔, 打着出对象的棋去的, 我喜欢的主播, 我要跟他出对象, 我要静静地陪着他, 陪他三年, 五年, 八年, 你播多久, 我陪你多久, 那时候有病, 你知道吧, 白天上班, 下班回来, 立马就陪着别人, 陪到别人下步, 那不纯傻傻吗, 是不是, 你能得到那令说吧, 你又得不到, 对不对, 杨帅帅你好呀, 欢迎鼎妙兄弟, 欢迎今晚一起趴呀, 那个鼎牙兄弟来了呀, DB兄弟好, 七五七来咯, 周二柯我也没跟他刷过礼物呀, 周二柯确实很漂亮, 但是我没跟他刷过礼物, 我就去跟他抽过奖, 抽过他的平板, 但是没抽中, 你得不到, 主要是你得不到, 你刷的没意义, 你知道吧, 我觉得你可以拿这个钱去,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你叫男主播你刷了吧, 你好歹去吃个饭, 对不对, 你好歹他是你朋友, 你有啥问题了, 人子不灵真正帮你一下, 女孩你说白了, 你给他刷再多,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那把肉包子打狗, 有趣无悔的, 何必呢, 钱花了也不值得, 就像你们说的, 有那钱不是, 炫个果盘去, 对不对, 炫个果盘, 他至少在你旁边嘛, 对不对, 什么也埋伏你好, 那我哪知道我能帮你啥呢, 就是说我能帮的事情可以帮呗, 我帮不了的也没办法呀, 对不对, 小男你好, 欢听吧, 无名一二三你好兄弟, 因事情而异嘛, 对不对, 生个猴子嘛, 生个男男妈的, 生个猴子, 不当人是吧, 一天都别乱聊, 我看看, 等会儿, 开个流量卷, 欢迎那个噼里噼里, 就是中奖, 你好意在努力来了呀, 欢迎相思的泪, 牙缝卡拉交流, 哦对, 等会儿啊, 他妈的这都能给你看的, 你太行了, 新乐园汽车会不会越来越便宜呀, 会, 以后像电动车一样, 到处都是, 买那勾巴电动车, 电动车开的有啥意思吗, 都没点驾驶感受, 都没声音就去了, 对不对, 有啥用呢, 我要买车, 我绝对买油车, 我绝对不买电车, 因为电车买了, 没有任何意义, 很呆, 我觉得, 我每次打车, 坐人家的电车, 我觉得一点感受都没有, 真的, 跟飘一样, 没啥意思, 鱼头汤你好呀, 你不吃了呀, 你炫饱了呀, 就, 我说你炫的好快呀, 二分钟就结束了呀, 旗舰你好, 电车自能化嘛, 哎呀, 没啥用兄弟, 真没啥用, 买油车, 燃油车是最棒的, 知道吧, 上海新能源加了多少, 马路更加堵了, 要限制新能源, 还不是油车吗, 对呀, 新能源太多了, 因为便宜那次, 几万块钱就买一个, 对不对, 欢迎成都天赋广场的渣渣辉, 老乡你好, 成都的兄弟, 欢迎明哥呀, 我早之前我认识一个女主播, 她在成都的街道上, 春西路逛的时候, 然后呢, 她拿着直播在那播, 有一个大哥觉得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那大哥就聊了他的直播间, 加了他一个微信, 完了给那个女主播刷了十几万, 刷完了之后呢, 那大哥觉得那女主播闺蜜挺漂亮的, 给他闺蜜刷了三十多万, 好几发牛逼啊, 就是逛街遇到的, 突然遇到个大哥, 我朝那大哥框框给他设理, 我你知道吧, 真挺厉害的, 我咋没遇到过街上见我直播, 来跟我刷个飞机火箭的呢, 还没有的, 改名你好, 欢迎查鹿鹿呀, 撒鲜小吃好, 欢迎初见, 那边我要遇到个大哥, 老王你真不错, 男的很少吧, 其实一般男的直播, 看的人比较少, 不像女孩直播, 女孩看的人会多一些, 有意思一些, 知道吧, 我不想去播户外, 没啥意思, 说实话, 我还不如哥家里待着呢, 家里待着简简单单, 坐着吃着喝着, 对吧, 过一天多棒啊, 我非得到户外去折腾, 多累啊, 又没啥意思, 你看他们那儿, 那批播户外的, 对吧, 都这么饿死了, 连吃个饭都没有, 吃个饭的钱都没有, 都没办法, 你知道吧, 何必呢, 你家里坐着, 你花销又小, 你出去就是钱, 你知道吧, 以前那会儿有车的时候呢, 可能偶尔还出去玩一下, 现在我都不爱出去玩了, 宁愿哥家里待着简简单单的, 算了, 挺爽的, 小可爱你好, 欢迎陈陈啊, 欢迎黄狗一米六三的, 园子你好, 你说他瞄的, 我会不会以后去某阴呢, 也跟魅力生活一样的, 就是特别拉呢, 我看魅力生活去那边的, 特别拉, 人都没几个, 我早先在户外去, 这帮主播天天又打PK了呀, 连节目都不做了呀, 每天就打PK, 每天就打PK, 你知道吧, 全是PK, 我是真浮了, 说实话, 人都麻了, 真的, 换那个黄吉呀, 两年后某一红历区过了, 你就惨了嘛, 现在去不了啊, 对不对, 那能咋办呢, 那我也走不了啊, 我现在只能隔这呆呆呗, 再陪你们两年呗, 对吧, 19年买房被套住了呀, 大哥, 你买房是买来住的, 又不是把那东西当成一个商品, 对不对, 你自己住管它那么多呢, 又不重要, 快RIT账, 谁说妈买个房了, 动不动把它卖了呢, 你自己住, 你不论它贬值或增值, 我觉得没关系啊, 是不是, 东方吉祥你好, 自行车来了, 欢迎ZB, 我以前, 我以前要挣钱去买点房的话, 我应该也挣了不少钱, 我没玩股票了, 你就是买来租的吗, 这样吗, 我那会儿应该买点房子, 买来那个, 知道吧, 就是那会儿啊, 那会儿应该就是挣钱的时候, 应该就买几套房, 那会儿房便宜, 你知道吧, 你想19年那个时候, 不是19年, 我19岁那会儿, 那个时候一套房, 我们那儿也就20多万吧, 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三个月挣了10万块钱, 挣了10万块钱之后, 那时候我爸跟我说, 他说你要不去买房呗, 他说我给你贴点, 他说以后你拿卖挺好的呀, 我说不, 我说我要买车, 然后花了99,800, 那我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 那会儿觉得有车就特开心, 那时候真的, 如果说从那会儿开始买房的话, 现在应该, 就是我名下应该都起码有一个五套房子, 我估计, 应该是, 那会儿房便宜呀, 兄弟, 17年的时候吧, 17年房价都还便宜, 18年才上涨的, 17年的下旬, 17年的八九月份, 房价框框涨, 三个月时间吧, 我们家有套房, 当时买成40, 46万还是48万, 然后三个月那套房就, 就能卖到100多万了这样, 翻了个倍你知道吧, 小孩的时候你没远见的嘛, 年轻的时候都是想着有钱就花, 就是开心就行了你知道吧, 就是你不会想着什么, 你以后啊或怎样, 你就觉得你现在年轻就得玩, 你知道吧, 就得开心, 文将离我远不不远, 十几公里吧, 宽TF, 文将我开车过去几分钟就到了, 特别近, 都在顺服你好, 我有30了嘛, 你看到我像多大年纪嘛, 你觉得我有多少岁嘛, 兄弟, 向边路灯你好啊, 暴雨你今天又得奋斗一天嘛, 通宵不, 今儿晚上啊, 金森你好, 暴雨太幸福了, 真的, 在那儿玩游戏手煮真不错呀, 就是说, 才28岁, 欢迎793了, 你好, 四舍五入五十了呀, 你放屁他们要的, 年龄还能四舍五入五, 通呀, 好, 欧了, YZ你好, 那儿收猪暴雨真不错呀, 说实话, 你的生活我喜欢, 说实话, 如果当时我买房, 我现在应该也能够过上你这样的生活, 简简单单的, 对吧, 麻烦跟我打视频干嘛呀, 对方也挂断, 我在直播呢, 哥, 你人呢, 你可以来直播间呗, 麻烦给我打个视频, 那么样的, 花里胡哨的, 可以, 优秀啊, 我吃大葱啊, 但是我不是特别爱吃, 三冬人爱吃大葱, 蓝城, 好, 三冬人特爱吃大葱, 人家那边大葱是当饭吃的, 你知道吧, 就是拿大葱蘸酱吃, 这样我吃不下, 但是三冬的大葱, 跟我们平时买大葱, 它不一样, 三冬大葱要甜一些, 你知道吧, 它不会像我们那买大葱, 它会辣, 它不辣, 你知道吧, 甜, 就是人家拿来蘸酱, 站着直接就饭吃, 或者没事做咸的八个葱就吃着玩, 像水果那样, 你知道吧, 但是, 多吃葱很好, 真的, 大葱是壮痒的, 真的, 我以前没买房啊, 就买车呗, 我特别喜欢车, 换车都换了七辆车了, 大葱蘸酱卷大饼嘛, 这样嘛, 他们就那样吃的, 我吃不来, 但是也可以吃, 吃一点点可以接受, 吃多了接受不了, 韭菜叫做护羊兄弟, 壮羊跟护羊是两回事, 你知道吧, 那不一样, 知道吧, 壮羊是壮羊, 护羊是护羊, 就像生蚝一样, 他只是能够提供你今天晚上, 或许你今天吃了生蚝, 你今天晚上可能说会比较厉害, 但是他不会说你今天吃了这个, 生蚝, 你就一直厉害, 跟那个没关系, 知道吧, 他就类似于像伟哥一样, 只是让你瞬间的感觉, 你整个人会比较兴奋, 或者比较怎样, 知道吧, 他们说那个, 伟哥里面都有那个, 生蚝的成分的吧, 但我不能确定啊, 你们可以买两片来吃吃看嘛, 对吧, 也不所谓的, 买个两三片尝尝呗, 一点嚼一片呗, 当口香糖吃, 对吧, 挺有效的, 反正, 007你好, 你要什么不行啊, 什么的对吧, 你要什么夸夸, 一会就没了是吧, 买一片我是好客的, 买个小蓝片, 诺诺你好呀, 欢迎M2R1弟兄弟, 007来了, 诺诺, 去买一片尝尝去, 快点的, 滴滴你好, 欢迎咱女, 你说最近直播间这帮大哥们去哪儿去了呢, 对吧, 五一前挺好的呀, 每天那帮大哥都在直播间, 等着12点了, 帮你过个任务, 这他妈五一节到了, 人也没看到, 五一节完了之后, 也没看到人, 这帮大哥去哪儿了呀, 好不容易吸收了一批大哥, 这帮大哥突然之间人间蒸发了一样, 人都没见到最近, 天天都在播, 天天都没见到你知道吧, 乖乖你来了呀, 服了, 12你好呀, 欢迎M2R1, 我今天做这菜特好吃, 给你们看看, 你们瞅一眼, 我做这鸡爪子嘎嘎象征的, 他瞄的, 但是现在妈的对吃的观众妈不感兴趣了, 我操他个猴子的鸡巴豆鱼, 咋播呀, 妈个逼的, 播的我真闹心, 说实话, 欢迎廖酒啊, 谢廖酒的幸福卷, 真的播的真闹心, 说实话, 唉, 清爽指甲都还在吗, 本来就在, 不是我切的, 欢迎听风在哭泣呀, 好, 播的我闹心, 真的鸡巴豆鱼一天呢, 啥鸡巴玩平台吧, 太鸡巴拉了, 每天来的就那么几个人, 也没啥新人, 服了, 唉, 今晚坐着鸡爪, 欢迎九二九三的好, 下播了就梦见直播, 真烦人的, 两年时间早嘛, 还有一年零三百六十天, 人都给我播马了, 人都给我播马了, 受不了, 真的, 欢迎你皮, 任我皮啊, 难搞啊, 真的, 真是你把难搞, 播的累, 真的, 你说播的我自己都没劲, 说实话, 真没劲, 唉呀, 焦糖咖啡豆你好呀, 欢迎洛雅兄弟呀, 唉呀, 不播了吃啥呢, 一天的, 我也想不播呀, 我现在要有个二十万, 我直接退鱼了, 播个锤子播, 对不对, 早不播了, 播个勾巴播, 真的呀, 我现在有个二十万, 我就不播了, 播个锤子播, 玩个两年, 玩完了合同到期再播, 对不对, 播的心累, 珊珊你好呀, 每年就搁这帮哥们儿, 韭菜搁得我都心烦, 说实话, 对不对, 你刚花了二三万吗, 你干嘛呀, 豆鱼太拉了, 真的说实话, 真够吧啦, 你每天就指望着, 就跟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是吧, 每天就指望这帮哥们儿, 能支点礼物, 天天支那谁支的洞吗, 对不对, 你要来点新人吗, 来点新人, 我可以去搁点新人的韭菜吗, 你天天都是这帮爹, 对吧, 我天天搁他们, 天天搁他们, 搁得多难受啊, 对不对, 唉, 烦人播的, 小亮你好, 欢迎范范, 播招新, 正儿八经的呀, 对, 你玩不过斗鱼的, 郑志乐, 你下播了呀, 我今天就看你直播去了, 丑了一眼, 不户外, 还行呀, 还不错呀, 换BR哦, 加油啊, 希望你能多赚点啊, 郑志乐, 郑志乐, 现在闭着行情不好, 不能炒吗, 我也觉得, 算了, 也就那样吧,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人家玩法律控制, 能玩死你啊, 我也觉得, 你看最近那帮大祖国都在那炒热度, 炒这个节奏, 炒那个节奏的, 炒了一大堆出来, 就玩这搞那个, 那搞这个的, 好像那什么烧白都弄的, 弄的越弄越大了, 对吧, 都金融危机了呀, 真的呀, 这么恐怖的吗, 唉, 瞬间, 来了呀, 好, 哪那么好攒钱呢, 一天的, 他们要的每天挣点花点, 挣点花点, 我人都麻了, 肯定会来金融危机的呀, 之前那个效应都还没有提出来的嘛, 就是天天上四星, 那猴子膨胀, 三星根本就没这逼世嘛, 哪有一天的这话说的, 就是四星过的老火, 你知道吧, 就是天天就是指望着那几个哥们过, 像昨天晚上都运气好, 兔子来了, 对吧, 刚好碰了个尺, 兔子给我过了, 昨天晚上不然那四星还过不了呢, 说实话, 有时候难受是难受在这儿, 你知道吧, 要谁薄个底, 每天能过个四星, 我操, 那我得多开心呢, 是不是, 还你清腾啊, 真拉的时候, 那男人会出手吗, 这苏爹都几天没看豆鱼了, 我说好几天没见到苏爹了, 好吧, 现在就是金融危机嘛, 真的呀, 还好吧, 我看那帮人活得都挺幸福的呀, 就是还是挺有钱的呀, 对吧, HAU你好啊, 苏爹在吗, 苏爹至少跟我保个底在那儿嘛, 就是我拉的时候, 他会支持一下嘛, 对吧, 我播了六年嘛, 大学都看他毕业四年了嘛, 播了好像七年了, 差不多, 难受啊, 以后都没办法去大坑那儿挖大哥了嘛, 大坑那儿挖大哥, 昨天, 昨天是个意外, 你知道吧, 昨天真是一个意外, 我昨天只是单纯的就连大哥聊个天, 没想到他把他大哥惹生气了, 我就变相的把他哄了一波, 结果他还是把我一起骂了, 骂了这大哥生气了, 就跟我丢了几个火箭子的吧, 然后就帮我把事情全过了, 那他妈呢, 对不对, 我站在一个正常的主播的角度上去讲, 维护大哥, 大哥可能听进心里了, 老汪说的对嘛, 那个逼得老子越想越难受嘛, 你给老汪刷, 一个吸一个蛙, 这里冬早来了呀, 不叫一个吸一个蛙, 我那兔子确实最早是他家的, 我承认, 那之前打PK遇到的, 打PK遇到啥原因给我刷呢, 也是因为大可爱骂大哥, 骂了中间大哥就在我这边杀你, 我去打他, 但那会杀的不多, 我说那个大可爱就生气了, 知道吧, 我扇不动了, 我扇不动了, 熊哥哥你好, 阿坤来了呀, 配得你温馨分账是吧, 没有, 他把我拉黑了, 他把我删了, 你知道吧, 他跟我删了, 他昨儿跟我说啥呢, 我看看, 我走走啊, 大可爱说大可爱直接生气了, 你看没, 他说拉黑了, 以后别脸我了, 知道吧, 我说别呀, 我发现已经感叹号了, 你知道吧, 神神叨叨的, 你知道吧, 这妹子情商太低了, 你知道吧, 这他看来是挖人抢脚吗, 没有, 昨天不是挖人抢脚啊, 就是他去骂了他的大哥, 就是大哥心里觉得不舒服, 你知道吧, 就是他直播间一个两三天的一个小号, 刚看了两三天, 看了两三天之后呢, 然后那个小号就跟他直播间大哥给怼起来了, 知道吧, 然后那个大可爱呢, 就帮着那小号去骂他大哥去了, 知道吧, 就说了几句, 我就说, 我说妈的你傻逼呀, 骂大哥, 我说妈你过心急任务, 谁给你过的呀, 我说你让白皮子小孩给你过个勾吧, 就这么说了两句, 说两句那巡师让他长个智商呗, 对吧, 结果他在走了, 你知道吧, 他把我一起骂了, 骂的大哥就越想越想不通, 骂的我干脆给老王刷这样, 然后你给我刷了三个火箭, 你知道吧, 我人骂了呀, 我昨天都觉得过不了四星了, 你知道吧, 因为昨天三星在刚开始已经拉了, 你知道吧, 结果他趴着给我射个火箭吧, 三星给我过了, 晚上一会儿来聊火箭吧, 四星一起给我过了, 知道吧, 哪不要脸呢, 我也没问大哥要, 你问大哥自己刷的呀, 对不对, 这又啥呢, 他说天你好呀, 怀疑原力不对呀, 进行时你好, 怀疑初兄弟好, 只能说这种东西, 我播这么多年, 我都没碰到过这种事情, 真的, 头一回碰到, 说实话, 真的头一回, 他表着我人都麻了, 欢迎钟大门你好呀, 连不了他了, 他把我屏蔽了, 他不跟我连了, 还连他妈的, 还去科尼亚大哥呀, 算了吧, 欢迎又中了一次呀, 小米菇你好呀, 欢迎南南好, 武昌鱼来喽, 欢迎夏末呀, 我觉得我挺人才的, 说实话, 小孩没屏蔽嘛, 我见不见到, 我又去连别人, 我真的够见的, 说实话, 那么大哥, 你要大哥给我送礼, 我要去连人家, 真的是, 阿玛雷你好呀, 不过他情商不够没办法, 他情商确实太低了, 他不像我, 我能维护我直播间的所有人, 他就做不到, 他维护不了这帮人, 知道吧, 我见见的是正常的呀, 但是不至于那么简直的吧, 欢迎电竞科学家, 明晚间睡觉了吗, 你睡吧, 阿坤, 一天你跟个猪似的, 那么早就睡了, 也就跟说书人压坤, 没得了我怎么也说个书, 书完了就撤了, 是吧, 大秘利好, 我都是看到我下播了, 我都是六七点, 看那帮女主播都还在播, 你知道吧, 八点钟都还在播, 认识把那大哥等来了, 把那星期过去了, 真的太恐怖了, 说实话, 他有她的个性, 对, 我觉得女孩就是真的爱钱的, 真的贪起来特别贪, 说实话, 比男的欲望大多了, 真的, 老贪了, 你知道吧, 嘎嘎贪, 有的女孩是真的贪的, 就是她觉得一天可能挣个三五千都少, 一天挣个几万, 知道吧, 挣个十多万, TD你好呀, 我不贪啊, 我每天四星一过就嘎嘎开心了呀, 都没想着嘎五星, 对不对, 我想嘎五星的话, 那我肯定播到早上八九点去了, 一表人才你好, 虽然说播到八九点肯定那些五星也过不了, 但是应该也能够嘎不少吧, 对吧, 我还算好, 真的, 我也是个人, 挺好的一个人, 搁钱你好, 换可乐, 一年那晚PKP, 炸自己还狠嘛, 对吧, 我也觉得, 男人那么好赚的钱, 都让付出代价了呀, 对, 放屁, 我觉得我还算挺好的人, 真的, 我人还不错, 有一说一啊, 男老大费带了三个妹子, 你管了带几个呢, 人有钱院带几个, 带几个, 对不对, 这也不好就行了嘛, 兄弟, 对不对, 我今天跟八六, 倩倩, 我们三个人妈三排王子荣耀, 人家那个倩倩玩了个姚妹, 八六说, 你骑在我头上, 你要放技能啊, 你咋不动呢, 你不要骑着就骑着呀, 八六说, 他说你骑老王去吧, 你别来骑我, 改名你好呀, 欢迎那个Supermin你好呀, 流水你好, 明儿八六过来了, 兄弟们, 明天晚上七点多, 八六又出现了, 选个勾巴飞, 苏爹都没在咋选飞嘛, 苏爹在还能选哪儿飞呢, 苏爹都不在, 去了吗挨揍呢, 让八六做俯卧撑是吧, 也行, 也行, 蓝色海洋你好, 欢迎铁粉啊兄弟, 结果输了嘛, 对, 没关系, 问题不大, 回头再一起玩嘛, 倩倩对不对, 小问题, 迪外界你好, 欢迎黄昏几度兄弟, 太他妈真实了, 真够吧真实, 外特你好, 来了, 你今天彩票赢了没赢啊, 两串今天应该能赢, 董事长哥说老王今天又小赚一万六, 老王要工程都不想去了, 天真都在赚钱, 做服务生, 我把八六嘎的你直播间呢, 哈哈哈哈, 八六说他能做二百个服务生好吧, 他最早跟我说的, 我说你能做多, 老王二百个轻松, 我告诉你, 你这小老弟算了, 你让我来给你试试, 我说来吧, 我说你能做二百个, 我给你二百块钱, 他说老王算了吧, 小黑你好, 欢迎波罗赛东的, 杨木尔奇兄弟好, 灰灰, 欢迎周通好, 巧克力兄弟, 哎, 我好羡慕暴雨啊, 真的天天玩游戏收个猪是吧, 哎, 暴雨的生活我的梦啊, 真的, 暴雨我也加油买点房子吧, 买点房子, 回头我也跟你一块收租, 收租了之后, 咱俩一块玩游戏啥的, 挺棒的, 真的, 我也别个一大串钥匙, 转一百六本不上, 别想尬我酒吧, 哪那么那么好尬呢, 一台都没钱呢现在, 有钱他自己就杀的不用尬, 其实196的礼物是真不好尬, 说实话是吧, 那个B是真不好尬, 说实话, 那B有没有都不尬出来是吧, 但有杀给女主播不给我刷, B懒子, 气死我了, 那边他还有900块钱鱼吃的礼物, 他那么把礼物全刷给女主播了, 刷了就把账号注销了, 那狗懒子一天天的, 真过分, 他们要的, 他在真的是吃点喝点再拿点, 还要骗点, 还要忽悠我, 还要虚晃一枪, 因此你好呀, 过来再回语音厅去了, 老小子, 酒上那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呀, 对我也觉得是吧, 深深叨叨的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我也搞不懂他, 酒上跟个小孩一样你知道吧, 我那天说, 我说你看小雅都刷飞机了, 对吧, 我说你看小雅都对我多好呀, 结果他们要了个秘密, 酒上还是那样, 欢迎张云场, 胖虎兄弟好, 挪挪你在干嘛呢, 出来聊天, 谢谢胖虎礼物啊, 谢谢, 欢迎贝家养护换游, 东早现在无聊了, 东早没事情干了, 只能够坐点听我聊聊天了, 东早说我好无聊啊, 我太无聊了, 我真无聊啊, 其实我的生活也很无聊真的, 我的生活也特别枯燥的, 其实啥也没有, 就是直播买菜, 睡觉, 直播买菜睡觉真的, 偶尔可能打两句游戏真的, 901来了呀, 小雅呀, 多挣钱呢, 好吧, 回头去买辆奔驰去, 好吧, 连什么大可爱那一天的, 不要去连了, 真的是花里胡哨呢, 老小子吃小龙虾, 谁不累啊, 也许吧, 欢迎那个企鹅外人你好呀, CIO兄弟, 焦糖瓜子好, 181兄弟来了, 奔驰有啊, 我都买好了呀, 真的假的呀, 真买了呀, 真不错呀, 买了啥奔驰呀, 苏玉成你好, 你真的好爱抱怨的, 哎呀, 都直播间都自己人, 对不对, 这才是一个真实人, 真实的人, 他生活呈现出的一个状态, 知道吗, 挺好的呀, 你憋在心里多麻烦呢, 对不对, 这会儿该展示出来就展示出来呗, 是不是, 吃的啥呀, 给你看看呗, 看到没, 那个鸿焖的那个油炸过的鸡爪, 特别好吃, 真的, 嘎好吃, 改名你好呀, 开整个那儿, 你要换保时节了呀, 换呗, 不换干嘛呢, 换呗, 换个保时节, 换个718, 718不是特别贵, 估计得要一个, 718得要个七八十万吧, 估计, 是吧, 718挺帅的, 你别说, 我哪里我有钱了, 我就买辆718去, 妈的, 简单来了, 要去翁星那儿, 顿点了, 负能量太重了吧, 这个叫情绪释放, 你老旧, 情绪释放, 知道吧, 下次去看看, 你妈给了你五十万吗, 你妈为啥给你钱呢, H12你好呀, 可以的, 真不错呀, 小小他妈给了五十万, 真厉害, 啥时候我妈告诉我, 我妈说我给你五十万呗, 啥时候告诉你, 其实你们家很有钱, 你是个富二代是吧, 妈, 等到我五十岁了, 才告诉我是吧, 等我五十岁再告诉我, 其实我家挺有钱的, 他有个勾发用啊, 对不对, 欢迎那个DON记号, 真的呀, 对吧, 你说啥时候我妈告诉我, 其实你也是个富二代, 等你六十岁了才告诉你, 欢迎最久啊, 我以前小的时候, 在我妈那儿经常要钱, 我妈经常给我, 每次要个五块, 三块两块, 他会给我知道吧, 这样, 后来我长大了之后, 有时候需要钱的时候, 找我妈要的, 张忠呀, 还韩国财阀呀, 不献鸳鸯, 只献献, 只献张忠每一天, 啊, 张忠呀, 韩国财阀好呀, 你去哪儿了呀, 财阀呀, 他妈的再不看到你, 我人都崩溃了呀, 总不能总归放的嘛, 韩国叫张社长嘛, 张社长来了呀, 欢迎张社长好, 张社长你干嘛呢, 在这儿是不是特忙呀, 老小子, 注意身体呀, 在这儿都没来打卡了, 没见到你, 激动了开始发力嘛, 动不动几个上百万火箭都不刷一个, 哪有那么多火箭呢, 兄弟, 小花儿说话真的吗, 真实, 我喜欢, 还不叫张检查官, 老王的心里话, 是吧, 人不要你好呀, 哪有那么多火箭呢, 一天的火箭都不刷一个, 没事, 我觉得我今天能收到火箭, 但是多少个不确定, 好吧, 今天12点之后, 我必定有希望收火箭, 只是, 不知道啥颜色, 多少我也不清楚, 对吧, 感谢韩国财阀, 张社长送上的200发荧光棒, 谢谢老板, 大气, 能收到我道理洗头, 类似为君, 来打个卡吗, 刷个飞机呀, 他们要的你来打卡, 你是不是特忙啊, 现在, 是不是又喝酒去了呀, 火箭不太现实, 说实话, 一般就是刷飞机, 可能还可以, 达西兄弟来了呀, 好, 达西吃饭了没吃呀, 来给你看, 我家做的啥, 张社长你吃过没, 感受一下, 我这个脆皮, 爆烧鸡爪, 如何, 是不是感觉特有食欲兄弟们, 我告诉你这道菜, 不是吹牛逼的, 在我们村, 我告诉你真的, 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得出来, 真的, 六月份要回来一趟吗, 要不要来我这吗, 西红柿你好, 黎骚呀, 小小给你发地址, 没有啊, 没有, 他最近神神叨叨的, 你知道吧, 他他妈的把我直播间地址, 把我直播间的地址, 他不来我这吃饭吗, 吃完了之后, 他在我直播间, 爆我直播间的地址, 妈的, 我觉得他最近神神叨叨的, 说实话, 有点感觉小孩一样, 就是开玩笑乱开那种感觉这样, 张社长回国到广西扶贫吗, 可以, 不知道他说他七月份才回来的吗, 这样, 估计他在那待一下, 然后再过来找我呗, 对吧, 没毛病啊, 张总啊, 张总来个清晨的一色吧, 内裤都露出来白色的呀, 真的呀, 你这都看到兄弟, 真变态, 看着内裤, 看着钩子, 真不行啊兄弟, 找你不是就扶贫吗, 现场嘎, 现场干嘛, 张总捆起来, 手机交出来, 那不要的, 手机拿过来, 我自己刷, 别刷了, 转账转账转账, 对吧, 张社长那会回头就拉黑, 请添加对方为好友, 对吧, 老婆我走了, 你想干倒立洗头吗, 哈哈哈哈, 你刷超火, 刷超火给你倒立洗头去, 发光你好, 欢迎那个改名中午, 火箭吧, 别操火了, 火箭吧, 欢迎天桥夏兄弟, 法外你好, 九月好, 我马上洗啊, 你会倒立吗, 一天天的, 还要我马上洗一天的, 静一下呗, 我觉得哥哥姐, 能开播吗, 她肯定不会开播, 女孩子她开啥播呀, 老婆你好呀, 这是我一个女孩呀, 张总呀, 这是我们家以前总榜第二呀, 这个是, 我们家总榜小姐姐呀, 我有老王的整活了呀, 我老王的整活了, 哎呀, 谢谢九月, 王小卫, AMY你好, 欢迎那个JSCQ, 兄弟, 七月你好兄弟, 干这, 该死的来了, 是吧, 说谁谁到, 是吧, 说王八道别, 说王八道别, 别更难受, 这王八更难受, 不知道, 不知道吗, 九月来了, 九月兄弟好, 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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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你在干嘛呢, 别来了, 别的真实, ARI你好, 欢迎中岸大豪北永风呀, 康德知识的兄弟好, 东海龙宫九千岁来了吗, 喵的, 九少在我们这边那出名了, 他喵的, 谁都认识他了, 这老懒子一天天的, 欢迎Jerry你好, 欢迎那个林奶奶好呀, 还多久十二点啊, 还有十二分钟十二点了, 兄弟们, 等会儿他们可以准备开始过任务了呀, 兄弟们, 好吧, 兄弟们, 等会儿可以开始过任务了呀, 兄弟们, 好吧, 你不认识吗, 你肯定不认识呀, 欢迎行风呀, 九十六六兄弟好, 他们都说你憋着的吧, 说王八道别, 说王八道别, 二十三两本就准时睡觉, 睡得着吗, 他妈的那么着, 欢迎大写的福呀, 就是旁边那家放屁嘛, 他说了, 等你到他那公立上班, 就是我告你, 不给你晒脱一层皮, 以后他改名字, 我告你, 真的, 板准你好, 你去吧, 老小子一天的, 总榜在哪啊, 总榜就是点那个月榜, 然后点总榜就能看到了这样, 电脑才能看, 手机看不了的, 手机看不了, 怎么着, 你要想上我总榜呀, 张总呀, 我现在榜二大概是十三万吧, 这样, 榜一四十六万这样, 要不张总服个屏, 登个榜一算了, 哎呀, 算了张总呀, 你还是帮你哥们打打周榜算了, 你这周年周榜都没上的, 对不对, 上个周榜算了, 就别上那总榜了, 好吧, 我为你节约一点, 好吧, 为你节约一点, 一天天的, 榜一四十五点八一嘛, 服服我吧, 你别一天, 你说南楼的韩国财阀来, 服服你嘛, 拿啥去服你, 一天的, 真跟我们这帮穷哥们吹牛逼呢, 是不是, 别闹呀, 张总, 辉辉你好, 张总第一天来的时候, 跟我刷了两三个火箭呢, 还是挺好的, 真的, 张总那边, 先去开通了一个起司, 然后呢, 又给我刷了两火箭, 又给我刷了好多飞机, 其实张总还是不错的, 真的, 说实话, 又年轻又帅妈的, 人生美满, 说实话, 还找了个对象, 对象长得还漂亮, 你说, 一周榜一, 安稳度过美之姿呀, 那六号九这周是榜一, 真的, 他这榜真没人撼动, 是吧, 等会儿十二点了, 周榜更新了, 大家可以打个周榜呗, 打个周榜, 等会儿好吧, 十二点之后, 打个周榜啊兄弟们好吧, 马上周榜更新了, 大家等会儿有礼物就吃起来, 十二点点五分再刷呀, 十二点别刷, 十二点点五分等任务更新再刷, 任务没更新刷了就浪费了知道吧, 用货零药物你好, 欢迎荔枝呀, 亚阳你好, 十二点点五分嘛好吧, 歇一会儿, 欢迎好人你好, 马上你偷了嘛, 你偷呗, 去偷呗, 偷, 你把六二九的周榜第一偷了, 偷了我跟你订机票, 好吧, 我给你报销了, 不扯王八肚子也不扯憋好吧, 真的, 你把周榜一秒了, 秒了我给你报销机票, 欢迎会飞的兔子, 我要吹牛逼我是狗, 真的, 怎么样, 哦不OK, 欢迎幽木魁好, 还不我自己买来, 还能剩点啊, 哪你说个灯, 你说你要偷人偷人偷人榜一, 接下来但凡能上个榜了, 我没揽子呀, 没揽子, 我为啥没揽子呢, 欢迎MC99你好, 改名兄弟好, 喜欢户外来了呀, 欢迎GZ兄弟好, 多挣钱, 我希望你们都发财, 真的, 我希望你们都大富大贵, 真的, 你们越有钱, 我才能过个安逸的小生活, 对不对, 你们要越有钱, 我才越能起飞, 你们都不挣钱, 我靠啥起飞呢, 对不对, 都学学我们家暴雨, 收收猪, 玩玩游戏, 双双飞机火箭, 好吧, 请见面看了, 我换的发型真不习惯, 没事兄弟, 你刷个超火, 我明日该踢个寸头, 好吧, 有毛病吗, 我让你习惯回来, 好吧, 玄朝地谢礼物, 谢谢, 欢迎那个用户无药兄弟好, 我短发还是帅的呀, 真的, 现在发誓都用老王, 内心很平静, 打了都不担心了呀, 当个人嘛, 一天都要, 就说喝着都批我呗, 大家以赐苦多好, 人若力量大嘛, 大家都有钱才好, 真的, 大家都发财才好, 你们发财了, 有钱了, 我才有钱嘛, 对不对, 你们都没钱, 我上哪儿去挣钱去呀, 是不是, 人生嘛, 大家一起开心愉悦的度过嘛, 对不对, 我是没路子, 有路子我也发财了, 说实话, 你要出门捡矿权人品去了吗, 去吧, 吃完了吗, 吃完了呀, 吃饱了, 不吃了, 给你看看吧, 这儿, 哎呀, 棒棒, 耐不耐是, 欢迎那个兜鱼第一看课呀, 斗鱼第一看课, 憋屈吧, 憋屈吧, 清诚这个憋, 酒上说他去剪瓶子, 都是憋屈吧, 我觉得清诚其实挺聪明的, 说实话, 清诚你怎么那么好玩呢, 我还个逼的, 奶奶你好, 还永远陪伴星你好, 洋洋狠拉你好, 这以后叫憋哨可以, 以后叫憋哨, 又不叫酒上了, 又叫憋哨, 好吧, 憋哨好听多了, 真的, 嘎嘎帅气, 真耳拔金的, 来, 走一个, 憋哨, 公送别哨, 哎呀我操, 小心他生气抱了你啊, 没事不会, 抱我啥嘛, 不尊重人, 你们叫九千岁嘛, 九千岁也可以, 欢迎再见好, 九少估计再过段时间, 九少就成熟了, 真的, 他现在虽然说, 你看他跟个小孩似的, 男人成熟起来的时候, 很快的, 真的, 也许半年时间就成熟了, 只不过你九少熟透的那天, 他就是第二个韩国财阀, 我告诉你们, 石头山你好呀, 欢迎那欧雷旺, 好运, 包包来了, 包包好久不见, 最近干嘛呢, 包包, 包包, 你在干嘛呢, 兄弟, 讲不定彻底黑化吗, 那不至于, 还想到我这吃饭咋可能黑化吗, 期待老王叫九少九爹的那一天呢, 拿杯水去啊, 九爹, 特别的, 那可能性不大, 除非他能起飞, 他能起飞还是估计得挺久的, 谁知道呢, 对吧, 等他潜龙结束吧, 怎么说我九少也是一个富二代嘛, 对不对, 家里还是挺有钱的, 潜龙结束了, 应该就起飞了, 不像佛系直播了吗, 我天天在我咋佛系呢, 兄弟, 你现在没有充值的欲望吗, 你刷个半卡, 刷个飞机, 我告你表弟在干啥, 妈的大多人都在问, 问了又不刷礼物, 怀疑三身烟火你好呀, 对, 飞飞需要你, 飞飞最近都没来给我送礼物了, 老小子, 飞飞最近赚的多不多呀, 九少, 飞飞最近都收麻了, 真的呀, 嗯, 收麻了呀, 对, 飞飞这么牛逼呀, 那你开玩笑, 九少鼎鼎致辞吗, 对, 其实榜一叫憋少是吧, 对, 哈哈哈哈, 欢迎恒恒你好呀, 谁见来了呀, 天天来看也老王嘛, 可以的, 总榜一, 那个号, 就是九少的大号, 哦, 这么着吗, 我原来如此, 怪不得收麻了, 他们要的, 九少年大号呢, 我操, 太恐怖了吧, 真牛啊, 小小嫩嫩你好呀, 欢迎那个战神泡泡好, M1了, 就特务那小身板, 我一只手能打麻他, 小呀, 让他三根手指是吧, 两根手指这么着拎小劲是吧, 这么着拎起来是吧, 哈哈哈, 不过九少确实小身板挺小的, 说实话, 又瘦又小, 真的是吧, 好瘦小啊, 他真的, 九少真的好瘦小啊, 说实话, 他属于那种, 反正又长得比较小知道吧, 这样, 属于是比较袖珍的感觉这样, 欢迎迷雾你好呀, 九少他本来就, 可能还没发育完全吧, 他年轻的嘛, 他才22岁的嘛, 我估计他还得发育, 男生不是说发育到28岁的吗 对吧 折梦来了呀 对 还会被摁着拍屈辱的照片 折梦发财了没 当工资了不 怪不得累累的被扒了呀 要不要看照片吗 来展示 展示 好贱呢 很忧郁小男生的 方便便你好呀 发个灯彩嘛 为啥呢 今天没上班吗 那个折梦 今天不工作吗 兄弟 欢迎那个 第一位好呀 小斌鱼你好 这两个傻鸟了 这打个游戏来拉我会一起 我又没拉你 不是我拉的 九哥拉你都不需要两个人 一个手摁住 我操另一个手还带拍照的 我操 我操太恐怖了 这种你好 下面有字 不是你跟我皮 我会摁你 不会 九上没劲是吧 他都 我看九哥摁他的时候 就是一个手把内裤给拉着 使劲拉上去 就这样摁住摁下去 然后另一个手 我就拍照 我操太牛了 欢迎那个千八四你好呀 刚郭小豆来了呀 好 还好玩了真的 妈的 我直播间 要能上镜的话 更好玩是吧 就不能上镜 九上这个老B不想上镜 他不是也上了吗 也算上镜是吃饭的时候 偷摸上镜的 人家还帮你打PK 打PK的站在旁边就这么着 他还跟你收到12个小时钻粉 咩咩咩咩的 下次再跟我收12小时钻粉 钻粉到期了 太丑了上不了 你有很多九上的截图呀 我有很多九上的截图 他在那个成都送不了 他在大一大一送不过去 大一离成都也有那么三四十公里 这样挺远的 你该发快递更好一些 我觉得 欢迎那个碗里来好呀 豆芽煮汤你好 他家离我家挺近的 离我家就啥了呀 进来了一个叫安慕熙的女菩萨 这个真的是安慕熙啊 头像是安慕熙啊 我靠这是谁呀 这头像就安慕熙啊 头像是不是安慕熙吧 是安慕熙的丑照 是吗 是呀 这就是安慕熙的丑照 不知道 电脑截图太方便了 九宝都有几张吗 真的呀 开心了 一言不合你好 欢迎新闻止水呀 那个武力兄弟好 真不错呀 真厉害呀 十二点到了是吧 还有五分钟了 张总别刷礼物呀 等着五分钟再刷 才发 等到十二点点五分再发呀 我十二点点五分走完才更新 不然没更新 刷了过不了任务浪费了 知道吧 2008号呀 我啥也没刷 我先提醒你 先别刷 等一下再刷 先别着急 你六月份回国了 你是回来多久啊 就六月份应该不会来我这吧 应该等到七月份全搞定才会呗 是吧 打真你好 欢迎AX兄你好 欢迎那个熊发发 你应该是七月份在韩国那边吧 说事情搞定了再来呗 是不是 哎呀张总 韩国财法 好先生你好呀 欢迎重庆代哥 欢迎唐唐 快三年没见表弟了嘛 表弟上次上过境呀 去年我直播的时候才跟他一块出去播过呀 然后现在每天忙事情呗 他在挣钱呢嘛 我操张总还在这儿呢 还在工厂里待着呢 我靠 这个人在工厂里待着呢 我操真不错呀 说实话 牛啊 这是生产设备的是吧 这是搞啥呀 化工嘛 应该属于类似于那种吧 我操写的 这都是韩国字呀 你在那工厂里干嘛呀 现在 你是在那监督别人没 卧槽 好塑料 卧槽好牛逼呀 真的张总 张总确实厉害的 说实话 上色彼是吧 卧槽太牛了 VIR你好呀 欢迎那个 叽叽啵啵你好 WI兄弟来了 小七好 哎呀 又是新的一周咯 你们的周榜没咯 629的榜一也没咯 给你帮等我 看我 你帮不是 都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